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多謝大家今早來這個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 之後會接受大家的提問 如果沒問題我們先請行政長官 其間全球的醫護人員致敬 對於在香港已經經歷了三個月 在防疫抗疫工作的醫護人員 包括衛生署在各個單位的前線的醫護人員 以及在醫院管理局裡面盡心盡力 去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 我在這裡再次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指謝 第二樣我想說就是大家都留意到 在這個星期往後 陸陸續續一些早前我們推出 管制某一類的社交活動 為期是14天的指令 是會陸續地到期了 大家都當然很關心 按著今天的疫情 這些到期了的管制措施 包括是關閉了一些商業的處所 或者是對於飲食業 有一些營運的規管會是怎樣處理 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會爭取盡快向社會來去公佈的 昨天已經率先做一項 雖然這不是法律的規定 在早前我們是在香港國際機場和口岸實施了 同樣14天有效的管制措施 昨天已經是本來是今天4月7日到期 我們已經宣布了會延長這些措施 一直到另行通告為止 換句話說 例如在香港國際機場 除了獲得豁免的人士 非香港居民會繼續限制入境 當然現在的疫情是仍然嚴峻的 我們確診的個案超過900宗 每天仍然是有雙位數字的新增個案 而且看得到很多的新增的確診個案 仍然是海外輸入 特別是香港居民 可能說差不多全部都是香港居民 是回來香港 除非我們是不再容許香港居民回來香港 否則這個輸入個案的現象 可能是需要持續一段日子 第三點我想說 也是各行各業是非常關注 過去這個星期 我都是差不多早午晚 都是在見這些行業的代表 就是在目前經濟這麼嚴峻的情況之下 政府的支援的措施 也都是我早前公佈了 已經啟動了去發展 或者確立一個防疫抗疫基金的第二輪 收到很多寶貴的意見 但是都是很聚焦 大家都希望在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裏面 能夠更加有效地做到保就業 特別是保護基層員工的就業 即使是老闆來見我 他都希望這次政府的支援 能夠去幫他保留到 現在仍然在他的企業裏面 是受評的月工 這個我們聽得非常清楚的 另外也都是特別有些行業 受到我們一系列的 要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影響得特別嚴重的行業 我們都是一定會兼顧得到 看看大家有些什麼提問 現在提問時間請大家先舉掌 現時記者潘耀勝 想問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剛剛說的限聚令 都整個星期了 發了九百多次的勸議 昨天才開齋去發告票 那有些執法部門 上個星期尾才拿到告票 認不認同是做慢做鬆做遲呢 這些措施執沒到期了 你覺得現場的機會大不大呢 或者會不會加大力度 有些專家所說 譬如公眾地方都一定要戴口罩 另外就是第二輪的防疫基金 那會不會強制一些停業的酒吧 卡拉OK都會包起來 一些支援補貼呢 另外有些議員就說 港鐵都會有些減價優惠 是由政府補貼還是港鐵出呢 另外就是 你就逆市加人工 很多人都很關心 你自己會不會減薪去共渡時間呢 謝謝 多謝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我們執行 在條例下面 禁止的群組聚集 亦都是說香港法律第599G 這條條例 當初我們推出這條條例的時候 都是說 我們是需要加強這些社交距離 所以市民無可避免受到影響 所以在執行的初期 頭幾天我們都是口頭勸喻 警告 但是每一個條例都是應該嚴格執行的 所以在昨天開始 執法機構即是警務署 就用了條例賦予的權力發出這個定額罰款的 通知 這個亦都是我們一向的工作 那個方針 影響市民很深遠的東西 我們希望市民是合作自律 但是我們有法律基礎 來去採取更加嚴厲的舉措 我們亦都不會猶疑的 如果法國勸喻是無效 要起到它原先規例的作用 就要進行嚴格的執法 所以往後的日子 我們都會進入去比較嚴格的執法 這個並不是我們做快做慢的問題 而是要看著疫情的發展 和香港市民的接受程度 至於專家所說的額外的措施 同樣都是要基於那個數據 基於那個疫情的發展 在這兩三個月 我和專家的不斷的互動 大家知道我有一個專家的顧問團 每位專家都會或多或少 有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每一次我們的討論 都是需要在不同的看法裏面 找出一個最務實最平衡的方法 我留意到譬如梁卓偉教授 他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海外 來發表就是講到其實處理疫情 如果長期只是用壓制 可能社會是頂不住 無論我們的經濟 或者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長期這樣去壓制 是很難支撐下去 也很難持續地去做 所以正正為何我在一月處理疫情開始 我們是要看著疫情 來迅速應變的 第二個問題 有於關於那個防疫抗疫基金 剛才我都說了 在設計這個基金的進一步項目的時候 一方面都聽到 無論是僱主僱員工會或者商會 大家都希望今次可以更加有效地 令到僱主可以保留他的僱員 所以是很同心的 我亦都很認同這個方向 但是同時間 由於政府採取了一些強制性的措施 所謂強制性措施之下 影響了特別的行業 譬如被立令關閉的行業 當然我們亦都非常關心 第三個問題 我個人對於所謂薪酬的問題 持了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 不過我也想作少少的澄清 因為我留意到的報導 好像給人感覺 在今天疫情這麼嚴峻 我們每天都在做防疫抗疫的工作 竟然有一個所謂官員 或者不是一個 因為整個政治團隊去加薪金這個問題 所以昨晚我留意到 政府發言人也發出了一個 這個新聞公佈 這是一個按連按住通脹的定期調整 而且調整的日期是去年的7月1日 亦都等於立法會議員 亦都在去年的10月1日 就作了一個按通脹的調整 只不過是在2020到21年的預算案 就要將經調整了那個薪酬 那個週年的撥款 是放回在這個預算案裏面的 並不是今天 並不是今天在立法會去審議 這個2020年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有任何官員或者議員 在這個過程 在這本預算案裏面提出一個 加薪金的申請 至於往後是怎樣做呢 我早前當我們說管治團隊要展示 與民同心抗疫 我們都是主動捐了一個月的薪酬 然後他們就將它分配給一些 沒有受政府資助的幾十個機構 我們會審慎再想 與民同心抗疫 和共渡時間應該採取的行動 下一條問題 右手邊前排第一位記者 你好 TVB 剛剛說到 就說家人工方面會再調整 但會不會考慮凍薪或者減薪呢 因為其他地區的官員都有這樣做 那特首你有沒有考慮這樣做呢 另外在延長和擴大禁聚令方面 有意見就是要禁堂食 或者關閉部分的企業 那政府有沒有這樣考慮呢 另外 最後一條問題就是 關於第二輪的抗疫基金 那27號的時候就已經公佈說會有 但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確實的日子 那其實什麼時候會公佈呢 另外會不會說考慮再向市民派發一萬元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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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三個問題 我剛才都回答了 我們現在首要的任務呢 是防疫抗疫 和支援香港的企業和員工 希望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能夠同心協力 共渡時間 去達至這個目的 需要我本人或者問責團隊 作出什麼舉措 更能夠讓整個社會達至這個目的 我們是非常之願意做的 第二呢 就關於在食肆或者處所 會是否進行進一步的限制 這個又是回到剛才的說法 就要看著疫情的發展 看著每一天的新增的確診個案 性質是怎樣 還有會不會還有一些高風險的行為 或者一些高風險的處所 需要由我們再去採取一些法律的行動 行政會議早前已經將 再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力 是賦予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所以它是可以以發出指示 directive的方式 就來公佈這些進一步的措施 第三呢 有關於防疫抗疫基金 自從提出說 即是再會啟動這個防疫抗疫基金 我們的工作是未停止的下來 因為當日我都說 要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能夠對焦去幫助有需要的企業 界別或者是市民 是需要諮詢持份者 所以這段時間我本人 和部份的司局長 就是不斷在這裡會見這些團體 希望聽得準確一些他們的意見 也都希望在這些和不同的持份者的討論過程 大家能夠有一些聚焦 有一些共識 所以我剛才說到一個共識 是我很樂見的 就是無論是僱主僱員 商會和工會 都差不多是一致地 就叫我們參考一下外地 有幾個地方做了 都是靠直接來幫助僱主 去保留員工的做法 因為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今天由於這個情況這麼嚴峻 我們的失業率一定會上升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有企業仍然盡他們的努力 去保留員工 但員工已經開始進入去 由有薪假進入去半工 進入去無薪假 這是一個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力度 來阻止這個就業的情況 進一步惡化 所以這些工作 就是在過去大約十天 馬不停蹄地做 我相信我們很快 可以向社會公佈 這個新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內容 最後一條 右手邊前排 黑色三位 Hello, this is from SEMP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at could you explain the grounds of the government's accusations against RTHK of bridg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why does the government think that there is an issue with just a question concerning Taiwan's membership in WHO and the second amid the risk of the outbreak why did the government still allow horse racing to continue and the third question is about the pay rise and because the pro-establishment lawmakers among those forces urging you to take a pay cut rather than accepting a pay rise so would you do so like many l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o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with that objective in mind but my first priority right now is to finalise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package of relief measures under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anti-epidemic fund as far as the second issue allowing horse racing to continue yes horse racing events have been given an exemption under the prohibition of public gatherings but they are subject to extremely stringent conditions about admission basically there will be no public galleries there will be very stringent requirements before horse racing could continue now this brings us to a broader question of how long how long Hong Kong society could sort of operate with all these very extreme measures of social distancing so if there are ways if there are way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istancing while maintaining some activities to go on I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preferred approach I mentioned about Professor Gabriel Leung's article I think in New York Times he talked about a three way tug of war so at the same time of combating the disease on this occasion coronavirus we have also to protect the economy and also to look after the social needs of the people so similarly in catering business we do not go to that extreme to close all the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nd so on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the people's need but we put in very extreme measures the six measures imposed by legislation hopefull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I just mentioned now finally on the question of RTHK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made a statement I think on the 2nd of April about this particular program the Pulse which included an interview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 certainly endorse and support the stance and position of Secretary Edward Yao as far as the elaboration I understand that Secretary Yao will be attending the Special Finance Committee meetings later today with th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so I will leave the pair to do the further explanation but let me make this very clear either as a public broadcaster or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RTHK has to fulfill the very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uphold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THK could not claim immunity by being a public broadcaster and not observe this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even as a public broadcaster in the charter for RTHK there are very clear requirements of this public broadcaster role in deepening Hong Ko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 these are the clear parameters regulating the operation of RTHK 多謝大家